16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 欢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君乐团奏 兄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欧尔班 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欢迎仪式后 李强同欧尔班会谈 李强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欧尔班总理战略引领下 中兄互利合作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 树立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中方愿同兄方一道努力 将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不断转化为实际行动 做相互支持的真朋友 发展繁荣的同路人 相知相亲的好伙伴 更好汇集两国人民 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兄方继续坚定支持 彼此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中方愿更紧密对接一带一路倡议 与匈牙利向东开放战略 共同努力推动贸易 投资 金融 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 不断提制升级 抓紧推进凶赛铁路项目 努力拓展新能源 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等领域创新合作 中方愿同兄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 维护两国共同利益 中国的发展对欧洲是机遇 不是挑战 是动力 不是风险 希望兄方继续为加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推动中欧关系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欧尔班表示 兄中关系有着深厚基础 兄方一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将继续奉行对华友好政策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 支持互联互通 开放合作 反对脱钩和封闭 兄方愿同中方一道 以明年两国建交75周年为契机 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 推动兄中关系和中多欧国家 以及欧盟国家对华合作进一步发展 会谈后 两国总理共同建政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 产业与投资 工业和信息化 教育 海关 供应链 发展政策 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等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当日上午 欧尔班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竞献划圈